各位学员大家好,我们现在来进入1.7 1.7就是我们在上个小回合 我们谈过了 这是一个聚合的关系 那我们也谈过这个view 好像是 这一个灯 那么有一个叫viewgroup 是 就是组合的灯,是由小灯组合起来的一个组合灯 OK 所以呢 这个组合灯也是一盏灯 所以呢 上面就会我们会抽象出来 一个灯 然后呢 这个叫组合灯 然后呢 这个叫做单独的灯 那组合灯呢 它会包含 这个灯 意味着 它会包含自己 也可以包含这个单独的灯 他是由单独的灯所组合的 但是也可以是由 组合灯 比如说 这个是 由三个小灯组合成了一个组合灯 那么也可以变成了两个组合灯 组合出一个更大的一个组合灯 甚至这旁边还加两颗 这样都可以 因为 组合灯可以包含自己 这个意味着 因为它继承嘛 他就把这个关系继承下来 所以意味着 组合灯可以包含自己 对不对 可以包含自己 所以组合灯可以包含组合灯 那组合灯呢 这个灯 这个关系也被他继承下来 所以呢 变成组合灯也包含单独的灯 所以组合灯 可以包含单独的灯 组合灯也可以包含单独的 这个大的 包含 这个小的 再包含一个组合的 所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 你平常看到LED灯 都是这样组合的 OK 然后 那我们现在 再来回头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 这个组合灯的概念 你看 这个是 组合灯 然后呢 这个是 灯 然后这是组合灯 这个是 合的意思吗 组合的 一种灯 是由灯组合出来的 一种灯 叫组合灯 OK 然后呢 这里头都有继承 他会继承他 的关系所以这个会被继承下来 所以这意味着 意味着 他包含自己 然后这个 这个包含的关系 也会被他继承下来 因为就是继承 他会被继承下来 所以这个组合的关系 也有 也有 因为被继承下来 这个 然后他也会 继承下来 然后再来 这个的菱形 会继承下来 所以呢 变成是 这个菱形呢 这个Linear layout 他被继承下来 所以他也有他 所以 这一个部分 这个点 这个被他继承下来 所以变成这个点 这个菱形被他继承下来 变成菱形 所以Linear layout 也包含Text View 也可以包含这所有的都可以 因为 因为这个关系 都被他们继承下来 所以都可以有这种关系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要想到 这个关系都会被继承下来 所以 Linear layout 可以包含 这位 View 因此呢 这个都被继承下来 所以Linear layout可以包含这里的所有的对象 就这么简单 这边可以包含因为 这边都把它继承下来 所以他包含 所有的 那这边 这一个 因为他自这个包含自己也被继承下来 所以Linear layout也可以 包含自己 Linear layout可以包含Linear layout 对不对 因为他把它继承下来 他也可以包含所有的灯 所以他继承下来继承下来 包含了所有 OK 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看到那个图呢 要能够想到 这个 因为他从负类 把这个继承下来 对不对 然后Image view 把负类 把这个 继承下来 所以变成1对 N 所以Linear layout可以包含Image button Linear layout呢 也继承了 这个 零形 这边也继承了这个关系 所以他也包含Button 他也包含Edit Text等等的 所以 看到刚刚那个图 看到这个图呢 这个这个图呢 要能够联想到这个图也是成立的 就上面那个图的意思呢就包含这个图 那我们现在 就要来看实际的例子 说明他这个结构 OK 所以我们现在 来看Android的一个例子 那也就是 View group 单独的 这样的一个 结构 那这边 叫View 如果以Android来讲 例子叫View 那这个就像Button Button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 这个是Edit 这个是一个View 这个是Button 所以这个都是 都是这个 像这个 就是EditText 然后呢 这两个 都是Button 这两个都是Button OK 那这个是 EditText 这个 然后这两个 都是Button OK 都是Button 那这样子构成呢 整个 构成一个 这个都是View 这个都是View 这三个都是View 所以呢这边就变成是 View group View group 对不对 View group 所以我们现在 用一个 这个的子类 我们是 不要用这么高的类 可以用纸类 所以呢 我们用LinearLayout 用LinearLayout 来表示 因为 这一个是 负类 那么 它 底下有一个 LinearLayout 所以我们 就表示呢 这个LinearLayout 可以包含 这三个 因为 它继承下来的 所以刚刚有看到 这个 LinearLayout 你看LinearLayout 你看LinearLayout 可以包含 Edit Text 可以包含 Image Button 可以包含Button 有没有 可以包含Button 这都是包含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一个 在画面上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 这好像是灯 灯 这是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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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组合灯 有没有 叫组合灯 那组合灯里头也有小类 也有分类 OK 所以 这是文字嘛 这是文字的 W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代码 来看代码 好,所以代码在这里 所以第1个 我们叫New一个LinearLayout New一个这个 组合灯的一个小类 比如说就叫做 富贵组合灯 有没有 就是组合灯有好几种分类 这个 这个组合灯 然后 这是灯 这是 这是灯 然后这是小灯 对不对 这是 这是单独的灯 然后这是灯 然后这是组合灯 组合灯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小类 这小类呢 叫做LinearLayout 好,那么LinearLayout 那这个组合灯 这个组合灯呢 有一个 包含的关系组到这里 所以这一个 关系会被进行下来 所以LinearLayout 也可以包含 这个 自己 因为它可以包含自身 所以它也可以包含自己 也可以包含这个 灯的任何类类 就包含自己 还包含这个单独的 所以我们现在 就 就New一个 这个类类 New一个类类 因为这是抽象类 这抽象类的 所以我们New一个类类 OK 那New这个类类呢 这个 然后接下来 再New一个 小灯 现在New一个小灯 New一个LinearLayout New一个组合的 也就New一个铅笔 New一个铅笔盒 OK 然后 接下来再New一个 Button 再New另外一种铅笔盒 对不对 另外一种铅笔 这个好像是铅笔盒 这个是铅笔 这自动铅笔 这个是 这个是一般铅笔 然后再来呢 你看 在这边 就把这一个 这是铅笔盒 这是铅笔 有没有 这是一个铅笔盒 这是铅笔 所以那就把铅笔 加进去铅笔盒里头 把它装进去了 又另外一个铅笔 这叫一般铅笔 这铅笔呢 又把它加进去了 这是铅笔盒 又把这个一般铅笔加进去了 然后第2个一般铅笔 第2支 所以呢又把它加进去了 所以目前呢 这个铅笔盒呢 里头总共有三支铅笔 一支呢 就是 自动铅笔 两支是一般铅笔 所以就等于是这样子的 等于是 我们这个画面 现在有三个view 一个是叫做editview 一个叫做 两个button 有没有 就像两支 两支现在这个盒子呢 铅笔盒里头有三支铅笔 一支是 这一个自动铅笔 两支是一般铅笔 一样的道理 在这个android上面 相当于呢 这一个 一个linear layout 一个linear layout 里头包含三个 这一个view 小的view 这个 组合的view里头 包含三个小view 那一个呢 名字 一个是数 一个是 edit的这个view 两个是button的view OK 一样的道理 就把这个看成是一个linear layout 那么linear layout就等于铅笔盒 OK 这个 linear layout 就等于这个铅笔盒 就等于这个铅笔盒 然后这个小小的 小的view 就等于是铅笔 等于这铅笔 等于铅笔 OK 那这边就这样把它建起来了 就是 这个new一个 铅笔盒 new一个铅笔盒 好 那这个linear layout是来自viewgroup 刚好看过了 然后new一支铅笔 自动铅笔 把它加进去铅笔盒 再new一支 一般铅笔 把它加进去铅笔盒 再new一支 一般铅笔 把它加进去铅笔盒 然后呢 set thecontentview 就叫他把这个 把这个盒子秀出来 因此就秀出 一个盒子 里头三支铅笔 然后呢 这个program就写完了 就这样而已 所以呢 在UI的画面 空间里头 Windows平台通称为control 在Android平台里头称为view对象 其中有 多个小的view对象 像button 这个小的view 也可以 组合成一个组合型的view 这叫做 组合灯 叫组合灯 OK 就像 这个linear layout 是一种 特殊的组合灯 OK 那既然 多个小的view 可以组合在一起 那就有很多种排列啦 这个排列叫布局 排列叫布局 所以呢 这里linear layout 就在这里 另一个 这个组合灯 所以组合灯呢 就是布局 它在弹的就是 你的铅笔怎么放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盒子呢 所关心的是你铅笔怎么放 是 放的是两支平的 一支束的 还是 三支都是束的 对不对 那这个叫布局 那这个就是盒子里头所关心的 所以它有很多种盒子 一种叫做 线线排列的组合灯 一种叫做其他的组合灯 有很多种 因为它的排列方法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 诞生一个 创建一个这个 组合灯 或者铅笔盒 拿着铅笔盒呢 是属于垂直排列的 垂直排列的 OK 垂直性排列的 这样子 那这垂直平台列写在哪里 写在这里 这叫Vertical Vertical OK 那这个view呢 是 上下排列的 所以你看看刚刚的这个view 在这里 这是上下 摆在最上面 先加进去的摆在最上面 后加上去的 摆在中间 最后加上去的摆在对底下 这叫做 垂直的 那如果水平的话 先放的放左边 第二放的放右边一点放中间 最慢放的放右边 这个叫做水平的 排列 那刚刚这个 是属于 这个垂直的排列 所以说明 这种组合灯呢 它是 垂直的排列 然后呢 接下来 就 产生一个小灯 对不对 产生一支铅笔 然后把它加进去 组合灯里头 加进去铅笔盒里头 那这个 诞生这个edit的对象之后呢 也定义一下这个参数 把它存进去 这参数收明的 我们这一个 这个小灯 的这个 位置 小灯的 长宽大小 等等的 这我们之后再来收明 这个是在收明这个组合灯 的这种 大小啦 长宽等等的 OK 那接下来呢 就是 加那个addview 把它 加进去这个盒子里头 先 对这个比较重要 就是把这个灯加进去 先 谈的是它的关系 那这个只是它的显示出来的 的那个 外貌 就是在收明显示出来的外貌 OK 一样化呼噜继续将两个 其他的button 把它 加进去layout 就刚刚讲了 就是把第2个灯 加进去 第3个灯 把它加进去 有没有 一定就要addview 把它加进去 之后把它秀出来 好 因此呢 最后set contentview 就把这样的一个 组合灯呢 也就是布局呢 把它显示在荧幕上 就这样子的 OK OK 好 那我们 这个 待会再来继续说明 这个 viewgroup呢 是可以包含自己的 就灯 组合灯可以包含组合灯的 就是 viewgroup呢 它可以包含自己 就叫缓身继合 OK 缓身就是 包含自己 大饼包小饼 这个 组合灯可以组合成更大的组合灯 所以大组合灯 这叫做 组合的灯 那是由灯组合而成的灯 对不对 这叫做组合灯 组合灯呢 大的组合灯可以包含小的组合灯 这叫做缓身继合 就继合自己 自己对自己的 就自己包自己 叫做缓身继合 OK 简单的而已 就是自己包自己 就是 这个viewgroup呢 可以包含viewgroup OK 那就像刚刚的linear layout 我刚刚有一个linear layout就是组合灯 它是有三个小灯过程的 那么 我可以这边 再有一个linear layout有两个小灯过程的 然后呢 过程一个比较大的 也是linear layout 只是 这小的linear layout是垂直的 这是垂直的 一个大的linear layout呢 它是水平的 因为这两个排列 就是水平的 那这个叫做缓身继合 就是自己包自己 就是 这个 linear layout包含两个小linear layout 这两个小linear layout呢 要包含两个 这个 小的view OK 好 那我们就 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1.8 谢谢 谢谢 是的 铁ho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